最近大概有20多位的騎友來諮詢我 那其中有8成以上的人都跟我說 他們在下騎的時候很怕自己會突然死掉 但是你知道嗎 就以決意今天這一盤騎 他還真的故意把自己給嚇死掉了 但是他死了一小塊龍 換了一整塊大地盤 那我在IG也有來就是跟大家做這個互動 來看來讓大家猜猜看說 這個到底最後黑期呢是10哪一塊 那看到這裡你覺得是10哪一塊呢 那我們就自己看下 我們就直接來看下去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GoGo先生 這個頻道呢主要是 幫助這個集位呢到三段呢 一起學習成長來進步的 那如果說呢你有更多 在十集到三段有更多的問題的話呢 因為我花了兩年的教學時間 做了很多的總結 那我把這個總結呢 分成了四種核心訓練 那我把這個免費影片教學呢 放在這個連結裡面 你可以去觀看 OK 那我們呢就來看看今天的這個 絕翼氣質大屠龍 首先呢我們看到這上面有兩個綠燈嘛 所以這個是智能棋盤 那這個是絕翼讓人類兩子的對局 絕翼是白棋 那這個人類是黑棋 那我們會看到這一盤 絕翼呢給我們展現了氣質大屠龍的局面 首先呢開局的時候 絕翼從這邊掛 那我一般好像比較少看到絕翼會從這個地方掛 通常都是在這邊做地角 OK 好 好 那這地方是立二拆三 好這個就是正常的形狀 好這個掛的時候呢用小飛 OK 前面呢都是普普通通的定時 白棋再掛 好掛完了再掛 好然後再踢 好這種踢啊其實在早期是不被認可的 但是自從AI出現之後 踢開始慢慢的被接受 好那這時候呢白棋就正常在拆 好那拆到這裡的時候啊 接下來就有幾個走法啦 好可能有這種打啊或這種這種打 還有這種掉的都有 那實戰呢這個黑棋走在這裡 好可是開局通常來講 讓兩指勝率都是黑棋90%以上 好所以都蠻高的 所以怎麼走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 好不過這個地方開始會有一些小小的出路 好當黑棋尖的時候白棋先搬 好搬一個是有點像是卡這邊 不讓他很順利的度過 然後再拐 OK 那這個長其實我本身是沒有想到 那我的第一桿直覺是走在這邊 那我後來看了一下 AI的選擇是說可以先虎在這裡 然後虎完之後呢再搬 OK 好再搬 如果他這樣子我們就直接斷 OK 那這樣子搬完之後 將來你這個打次啊 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實戰這個長我是覺得 有一點點不太好啦 但是以結果來看還不影響勝負 那接著呢黑棋衝 那這地方我們人類的慣性思維都是想要擋住的 那或許是因為黑棋也覺得白棋會擋住 這樣黑棋就可以施展這一招打吃 打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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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吃 對不對 三個打吃 打吃 那這樣子這個白棋是跑不掉的 OK 但是呢 決意啊他不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呢決意這時候呢 反而轉到實地了 原本看起來以為是白棋要攻黑 但是在這個地方白棋竟然採取手勢 但是這種手勢又非常特別 他把黑棋底下的根據地給奪掉 讓黑棋呢孤單的往外跑 所以這種棋是屬於很反人類直覺的 這個有種手中代工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一手是我認為 黑棋讓白棋打開局面的一步棋 這個時候我的第一感直覺是要往這裡長 那我看了一下那個 那個後來AI的這個復盤 AI是更手順更細膩 比我的更細膩 他在這裡先打一下 給白棋這個提掉 然後呢再這樣打吃 那如果白棋這時候擋這邊的話 黑棋就衝出來 那這樣交換黑棋是不虧的 而且這樣局面更簡明 優勢情況下更簡明是更好的 那如果白棋打這個呢 這個就小了 黑棋只要打到這一下 這個腳上呢是非常非常堅固的 白棋更難破 那這個時候黑棋再長 也就是說我跟AI的區別是 我沒有交換這個 我直接我直接單長 那單長呢會比這個實戰呢 班呢還要來得簡明 我們來看一下實戰 好實戰呢班在這裡啊 被白棋這個一段啊 那實戰呢這個是先在這裡擠啊 這個擠是要搬這一下 搬完之後要讓這個接變成先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常見的整形啦 鋪完然後再你看這個順勢打到 然後呢再提 那這樣子黑棋這邊就提通了 可是唯一不一樣的是 白棋這個是很安全的 所以現在變成就是 這一塊跟這一塊在跑 然後這一塊其實是很很堅固的 然後這個是有一點點弱 因為一旦這個地方往這裡尖啊 這個白棋越來越強之後 這一塊黑棋就會越來越弱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黑棋這樣子下 稍微局面變得混亂 然後白棋把局面打開的原因 那實戰的黑棋沒辦法 他只好跑嘛 就被白棋這樣子壓 然後再跑 然後再壓 再長 長完之後呢再飛 你看這個白棋呢 這一條牆壁出來之後 這個地方的陣勢啊 潛力就很大 潛力就很大 而且這地方黑棋其實還是有一些斷點 很不舒服 但是白棋這個地方呢 就展現功力 不慌不忙 通常我們在下棋 為什麼 即位常常在下棋 就常常會突然死掉 有很大原因就是 你在殺敵人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安全 沒有注意到自己安全 那實戰呢 那黑棋呢也趕快回來再補一手 等到白棋這裡強了 開始轉攻下面 那這攻呢也是陽攻 不是那種很激烈的要殺死對方 一般高手是不會馬上想要殺死對方 透過攻擊壓制 然後呢把這一道城牆 這一道城牆蓋起來 你們感覺到這個地方的潛力 越來越大了 再碰一個 那碰的時候呢 黑棋就不能再往這樣子走了 這樣子白棋這一跳啊 這個基本上就 真的快要變死控了 所以實戰的黑棋 就往上藏 但是往上藏 他的弱點呢 就是被人家往下走 那欣慰最怕被點33 所以這個地方黑棋 正常來講還是要補一手 然後呢白棋再一飛 那黑棋呢 讓這一塊整個連片 一方面也是確保兩邊都可以安全 那接著呢 黑棋再點 白棋再點 你們看到白棋呢 基本上都一直搶著局面的主動 雖然現在讓兩棋的優勢還是有 但是呢已經逐步的在縮小 那我認為 比較關鍵的是在這個地方 當初這個 可能應該用長的 會比較好 那實戰呢 白棋 貼一個 那這個地方是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AI去看啦 但是我自己的AI也看得不準 為什麼 因為這地方黑棋在搬的時候呢 後面的走法 黑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可是我在看我的AI呢 他就一直無形當中掉勝率 甚至掉到後來就是不到一半 那 我比較用以不專業的角度啦 我覺得這個時候可能黑棋 還是單場就好了 還是單場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形狀 被卡得太不舒服了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地方卡得太不舒服 這個地方白棋斷完再一場 這個是常見的一個棋子好手 送一不如送二 那接下來就是我說的 這個地方 白棋在這一卡的時候 真的黑棋是太難受了 只能說真的是用太難受來形容 不知道怎麼去形容啦 有可能會不會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能黑棋是要先往這裡走 這我不曉得 就是這樣走完之後呢 再這樣走 這形狀看起來很醜 那這樣子走啊 白棋這一卡 你黑棋這邊怎麼補都不是 你不可能補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這兩顆就不是鑰子 你補錯邊這兩顆就不是鑰子 這個差別很大 你看喔 白棋這樣藏過來 這整塊黑棋 基本上要死翹翹的 所以呢 實戰呢 黑棋是補在這一邊 那補在這一邊呢 那這個斷這一塊跟這兩顆就有關係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白棋這樣子斷是不成立的 因為這個會被 這兩顆會被黑棋吃掉 那黑棋只要把這兩顆白棋吃掉 這整個就會連通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黑棋補斷點會補在這裡 而不是補在這裡 因為補在這裡 這兩顆死活跟這一塊沒有關係 OK 好 那白棋也知道啊 現在這個地方不能斷 所以呢 實戰的白棋呢 就繼續跑這個 那為什麼白棋要跑這個 一旦這個跑出去活了 那這兩顆被斷的時候 這整塊黑棋就會有死活問題 所以現在呢 攻防啊 已經從這一塊蔓延到這一塊了 所以你看到這種 這種大型的戰爭決議是 人工智能是非常擅長的 那白棋再長 黑棋擋住 白棋再拆 這根據地已經漸漸的成型了 那如果這個時候黑棋啊 你要這樣子補啊 那這樣子這個大龍是沒有問題的 沒錯 但是 你這樣子走的話 那你等於是 你先手讓白棋這裡跑出來又有根據地 然後現在這兩顆又變得很孤單 所以呢 黑棋當然不肯 實戰呢 黑棋往這裡走 他要幹嘛 他希望呢透過 攻擊這個白棋 來看能不能救這一塊 但是以結果來看呢 這個 勝率呢 一直在掉 一直在掉 這時候呢黑棋是走在這裡 但是白棋啊 直接斷一個 這個勝率呢 瞬間就 我用我的AI看是瞬間就不行了啦 當然我的AI其實是沒有到 非常的高的 好 那這樣子的 再夾 然後這時候 白棋這樣子勝率已經過半了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 其實白棋是沒有活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時候呢 白棋這樣打擊 然後再踢掉 這樣變成打擊 OK 然後實戰呢 黑的再走這個 然後白的 踢 就是 這邊一個眼睛 再打這邊 第二個眼睛 那黑棋搬這個 這四顆很大 為什麼 因為這四顆只要吃掉 這個就跑掉了 所以白棋是不可能這樣子走 然後被黑棋搬上來的 OK 所以白棋這個地方 無論如何都要硬 然後黑棋再踢 現在就變成是打擊殺這一塊 OK 那實戰呢 白棋走這個 這個其實也蠻大的 因為如果黑棋這樣子吃啊 這一吃掉 這一塊有死活問題 然後呢 這個吃掉之後 這有一個跳進來 這個整個根距地也都沒有 所以這地方看起來很小 實際上也很大 好 這樣子吃完之後 白棋再踢 然後黑棋斷 然後呢 白棋打吃 這幾下其實黑棋都非常的損 好 好 那白棋黏 黑棋黏上 白棋再踢 好 那你會看到 最後面的結果 就是 這個白棋最後呢 它就直接放棄了 就是 算是死掉了 然後黑棋 黑棋打吃 然後白棋提 然後走這個 然後白棋再踢 好 走這個是因為怕被挖 然後呢 黑棋打吃 白棋踢 黑棋走這個 好 那這個時候白棋找這個結材 這個結材 呃 黑棋後來是沒有理 實戰呢 黑棋是往這裡直接提掉 那如果理的話 基本上也是不太行 因為白棋就是跟他打 好 雖然你有這一個結 但是黑棋這邊 夾還是很多結 這個白棋也是 黑棋也是很難辦的 所以呢 實戰呢 黑棋就算 就先把這一個 白棋給吃掉 但是 白棋這一衝下來 黑棋這樣也很難辦 這樣子不是只吃這一顆嗎 沒有我們要看的是 潛力 雖然你看這個白棋 好像就是只有傷害到這一顆 但是你要看這整個地方 好嗎 好 那到底最後 黑棋是死這一塊 還是死這一塊 還是死這一塊 我們就繼續來看下去囉 好 那實戰的黑棋夾這個 然後白棋再提 黑棋接上 白棋立 好 黑棋長 這地方 是一個穿向眼的形狀 各位記得 我一直在過去的影片有強調 這種穿向眼不要這樣壓 不要這樣壓 你要分開處理 你這要分開 所以這個地方要往這邊走 OK 那實在的黑棋壓的時候 正常局部來講 可以退 但是現在以大局為重 什麼叫大局 這一邊的潛力更大 所以白棋選擇放棄這一顆 我們看一下 黑棋斑的時候 白棋夾 然後黑棋黏上的時候 白棋再跳 好 有沒有 以這個大局為重 那現在 即便黑棋吃了這一顆 其實也是不太夠的 因為白棋這整個 太大 這原本當初最早是黑棋的潛力 現在不但變成白棋的空 而且白棋這個空 還滲透到了這個角上來 原本這個角是黑棋的 對不對 現在白棋滲透進來了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價值 其實已經大於這一塊 所以呢 黑棋沒有辦法 只好呢 打入進來 然後呢 再飛 看能不能在這裡面呢 做出兩個眼睛 實戰呢 這樣子 再次 白棋這裡就 很乖的這樣黏上 OK 然後再打吃 然後再走這個 再衝 然後黑棋跳 跳完這一首之後 接下來的下一首白棋 黑棋這樣走 下一首的白棋 我覺得超級的帥 這個沙法 我完全沒有想到 可是呢這個基本功真的要很紮實 實戰黑棋走在這裡 下一首白棋 點在這裡 這完全命中白棋 黑棋這邊形狀的要害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實戰黑棋是這樣跑出來 對不對 但是白棋這一斑 你會發現 黑棋這裡已經連不上了 實戰你看到 黑棋走這個 白棋 可以連斑 如果黑棋叫吃 白棋就黏 你會發現 黑棋這樣叫吃 白棋就黏 對不對 黑棋如果叫吃 這個白棋就黏 這個 所以呢這個是 怎麼走都已經不行了 那實戰呢 黑棋是拚命 拚在這裡 他希望看能不能把這個全部拉出來 然後有沒有機會反擊這一塊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這個地方還是有點難 然後因為白棋 畢竟呢 這裡已經圍了一堆人了 最後呢黑棋往這裡飛的時候 白棋簡單的一拐 這一盤棋 白棋簡單的一拐 那這樣子呢 下到這裡 這地方黑棋最後就投降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結果大致上 會變成什麼樣 這個地方呢 如果跨是切不斷 如果你硬要這樣弄斷白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地方白棋可以這樣子叫吃 或者這樣叫吃就可以了 你如果黏上 這個地方就被吃掉了 那如果今天是這樣子 黑棋走這個 然後白棋走這個 黑棋就簡單的斷呢 這樣子的話一樣也不行 因為呢 白棋這樣可以 也是可以這樣叫吃 然後呢再搬 那搬的時候呢 你黑棋不能擋 擋的話直接被叫吃 這已經死掉了 黑棋只能走這個 那白棋啊 這裡可以先叫吃 然後呢再叫吃 然後呢再叫吃 這樣子呢 這一顆只被吃掉 這白棋等於是連回去的 那這樣子黑棋這一塊呢 整塊 死掉 最後白棋僅僅是付出了這一塊的代價 就把這黑棋給屠龍 那你說如果黑棋當初 不整個跑出來的話呢 也是不夠啦 因為白棋其實只要吃到這邊就夠了 因為其實你們不要看的是黑棋吃這一塊 黑棋吃這一塊 本身這個地方就已經付出代價了 所以呢這也導致為什麼 黑棋才會想要很深的打入進來 很深的打入進來 然後呢破掉 但是 畢竟 他的對手是 絕役啦 所以 就有一點點困難 OK 所以說你現在如果是即位的棋友呢 你有下棋常會有一些 對中盤戰鬥的困擾的話呢 你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 時機到三段 那這個影片教學由我 總結我兩年來的圍棋教學 我已經把它系統化的分成 四個你該訓練的核心 OK 那如果說呢你想要有更多 更近距離的 跟我做圍棋的互動的話呢 你也可以追蹤我的IG OK 那這個是智能棋盤 如果說呢你有興趣想要了解的話呢 你可以到這個連結裡面去看詳細的資訊 OK 好那我是夠夠先生 我們就在下一集影片見囉